好在这边我要教大家用570ms的来按这个triangle的sine 然后-215度 然后12min 然后我就可以拿到我的答案是0.5764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一个d 代表它是degree 然后我的这个secant是1per cost 所以它是1per 然后我这边有1per 然后cost 如果刚刚的这个是negative 237.17的话呢 这样它就会变成negative1.845 然后如果我在这边呢 我要放这一个 4.14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它的答案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degree 它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你去你的mode那边 ok 你去你的那个mode那边 ok 你的mode这边你又按 然后到deg是degree2是rid 然后它这边就会变成r 你看同样的东西你按下去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正确的答案了 但是我自己本身不喜欢 ok 我比较喜欢呢 还是放成degree ok 然后过后呢 我在这一边我按 我的这个negative4.14的后面这边 我按shift answer drg 这边我放2 ok 然后我就可以拿到正确的答案了 就是说 在后面的这一边 我加那个r下去的时候呢 它就会把那个degree 换成 那个 radiant的了 ok 然后它就可以拿到正确的答案了 你看我的这个 如果我把刚刚的这些东西 我都丢掉的话 我只是negative4.14r的时候呢 其实计算机就直接帮你换成 negative237.2045 degree 就是说它从这个换成degree radiant换成degree ok